哈喽,这就是一个护物品的一个分享 这一主要的牌子就是医美牌子 大家也都知道我挺喜欢买医美牌子的东西 因为感觉他们其实也挺便宜的 但是成分又比较好 然后我也感觉比一般护物品可靠一点 然后里面含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一点 所以我还挺爱买医美牌子的 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 我一般医美牌子都是东西都是在他们家买 我觉得还挺便宜的 反正你可以多加一下比比价 然后都行 然后反正他们家卖的是正品 大家就可以价价试试看 然后我就不说废话 我们就先分享第一个东西 怎么摸不到 在这儿 第一个就分享的是这个 医菲虾青素的一个精华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就医美就很有名的这个护物品 就虾青素应该大家反而挺有名的 也确实真的还挺有效 它里面最成分就是 最多成分就是这个虾青素嘛 它自己都要虾青素 肯定还有最有效的成分是虾青素 反而虾青素这个东西 它修复实真的很好 就是如果你就是 尤其是适合晒后用 就是被紫外线晒伤啊什么 它修复就很有效 然后包括你换季的时候 稍微脸就是比较敏感 就是过敏 就是皮炎那种 它里面有神经腺炎 也是修复很好 就是也很有效 就是你修复脚质层啊 修复 包括你红血丝 用它都有用 虾青素还是有一定的抗衰啊 抗老 比较 主要是抗眼化比较好 所以能抗衰抗老 这个功效它也是有的 就还挺有效 我觉得你如果是敏感肌 然后你或者是 你筛后想修复啊 你得有红血丝啊 然后你包括你痘痘肌 你痘痘其实也是算有炎症嘛 它也可以修复 就是你如果就是 稍微有点那种痘印啊 什么它修复也很有效 反而我觉得敏感肌 就是大家都可以买 就还挺好的这个成分 而且它就是不贵 100多块钱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买买看 真的挺有效的 然后再就是 这个 这个是优菲斯的传明酸 这个传明酸 大家都说和那个下氧素 搭配着用超好用 我最近也是搭配着 大家一直在用 我是真的觉得很有效 像它这个是 传明酸它主要是 阻碍黑色素传递 所以它主要是美白的嘛 就是淡化黑色素 就是你脸上 关于黑色素 它都可以淡 就像你 兜印啊 斑点啊 黑眼圈啊 然后主要是美白提亮啊 它主要是这些功能 就它这个就叫传明酸嘛 所以它传明酸含量 是真的还挺高的 就很有效 然后它配合着 刚刚那个 下氧素一取用 我最近真的是脸上 痘印下去很多 就大家也知道 我之前痘痘痘印 还挺严重的嘛 然后用它是真的还挺有效 然后 而且也美白 也变白了很多 感觉 有快一度吧 反正我觉得我最近 一直还挺白的 看得出来吧 但是大家也知道 我之前有一阵还挺黑的 就是擦一下 还是有用的 反正这俩搭配 我觉得很有效 如果你是痘印啊 你脸上斑点啊 黑色素 沉淀很多 那就真的是很推荐 传明酸 如果你脸上 就是比较敏感啊 然后 包括 也包括痘印吧 然后 红血丝啊 就是皮炎过敏啊 筛后啊 然后你还想抗氧化 就都可以买它 然后最好是它俩一起 就是搭配着来 就真的是超级有效 它俩这个液体 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夏氢素 是这样子的 红红的一支 它 它们都是低管 低管是比较卫生嘛 然后你还得 闭光放 你不能 就是放在强光下 然后它这个 就是水水的 就是 分钟就洗手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 基本上 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但是也不是香精味 它可能有一点点 它原本的味道 可能没有那么好闻 但是没有那么明显 就在能吸收的范围里 我觉得就是还是OK的 然后这个它就是一个 白白的隔夜体 这个稍微 比刚刚那个稍微感觉 就是要稠一点的感觉 但是也还挺好吸收的 吸收 一开始稍微有一点点黏 然后吸收进去了就好了 也不会说感觉很不舒服 就是还好 稍微 等它彻底干了 就不黏了 稍微有一点点黏 我觉得敷感整体 使用感整体还是 还可以 它确实没有像普通 护物品那么好闻的味道 然后它使用感上 也稍微有那么丢丢黏 但是它真的很有效 就是这个东西 确实就是有利有弊嘛 你如果想让它好闻的 加香精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你知道吗 就我觉得这样就是比较天然的味道 就也挺好的 就反正成分挺好 有效 大家可以试试看 然后又便宜都一百多块钱一瓶 然后就可以加上微信去问一下 然后再就是分享一个面膜 其实这个面膜 我上次应该就是有跟大家 我上一个一本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应该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了 就是白火鱼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去痘印最有效的面膜 我觉得怎么说 你说而且这一盒也便宜 就几十块钱 我觉得你面膜大家都要敷的嘛 那你而且价格又 一美面膜价格又不贵 你干嘛不买个一美面膜 对不对 你像日韩那些牌的面膜 其实它们现在也不便宜了 它可能很多比一美面膜价格还要贵呢 这个才几十块钱 很多面膜一百多的也挺多的吧 那你说那些面膜 它宣传的很好 但其实主要 它们也就是一个补水的作用 让它们再做别的作用 也很难 我觉得你既然钱都差不多 你干嘛不买一美面膜呢 这个就是 都是那个食药尖蟹生产背 就有这个字号的 就是蟹背字号 就是一个一美的一个牌子嘛 就属于就是医药类了 就不属于护物品类 它确实就是 还是有它的功效在的 要么为什么它是一美面膜 对不对 然后它这个主要 白火鱼 我就觉得是去痘印最有效的面膜了 它反正它说的就是 它针对轻度挫疮 还有就是挫疮 预后早期色素 沉着 极表浅性 疤痕 提供预和环境 反而总之就是 去痘印很有效了 然后当然了 美白补水啊 它也是很有效的 而且它这个使用感 是真的很好 它包括对色斑 黄鹤斑 它也就是提供 预和环境的斑法 它这个确实就是 以主要美白为主嘛 就是痘印加色斑 用它都 挺有效 然后它 它这个都是 嗯 嗯 是这样子的 然后 然后 钻基光什么的之后 也必须要 敷一美面膜 钻基光就是 不能敷其他 乱七八糟的面膜嘛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白火鱼它 而且它使用感很好 然后 它就是像牛奶皮 一样的感觉 就大家 现在 来看一个 我敷这个面膜的 样子 然后 今天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 敷这个面膜 这个拿出来 就是这样子的 有一股淡淡的那种 奶香的感觉 它就是 这个还挺薄的 就你手能感觉得到 它摸起来 超薄的 然后它外面 有一层这种 网纱的这种感觉 啊 这个 这个纱要放到外面 就 你摸起来 就很像一层 就是像鸡蛋清里 那个皮 你知道吗 就是鸡蛋清 那个皮的感觉 薄薄的 又有奶香 这个敷上去 真的是超贴的 跟我的脸就 超贴的 然后把外面 这一层 拿下来就好了 就感觉 再敷一层牛奶皮 你知道吗 就很神奇的感觉 反正 然后这一层 网网就拿下来了 给它稍微 延展开 你看这个 这个感觉 是不是很像 鸡蛋清里那层皮 就很像一层牛奶皮 行 我就敷着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面膜 这质地反正就 行 真的超贴的 哇 这种滑溜溜的质感 超神奇 OK 现在差不多就敷了 有20分钟 差不多了 可以把它接下来 你看 它这个真的是 敷完之后 不会黏腻的那种感觉 就很OK 真的像一层皮 现在就是 这样子 就摸起来 这个手感 也挺顺其的 OK 真的 你看 敷完真的一点都不会黏腻 我真的觉得 比那些 普通的面膜好用 然后再分享一个面膜 是这个 可负美 这个牌子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这个也挺有名的 它是一个 唯一一个能在 就是北京 那些三甲医院 它是三甲医院 研制的面膜吗 就是都可以开得到 像是空军总医院 然后协和总医院 还有那个 301医院 就是唯一一个开到的面膜 就是这个可负美 它确实是 医美面膜 也是有些字号的 而且医院开得到 就很靠谱的一个面膜 而且它 它主要 它其实 它叫肋蛋 人类胶原蛋白 辅料 它主要就是 由人类 就是胶原蛋白原液 和五方部组成的 所以这个面膜 就是没有人会过敏的 它就是 因为就是和人体 就差不多 产生的差不多 它就是 再敏感它也不会过敏 你知道吗 然后它也是 就是针对敏感肌肤的 就是如果你最近 皮炎了 然后过敏了 付它超有效 它主要就是一个 针对敏感的面膜 就是 我前一段时间 不也是过敏了吗 大家也知道 然后也是付它 就是感觉就是 很 就是真的有在缓解 就是它对缓解 炎症就是很有效 而且它对像 其实它对痘印啊 皮炎啊 就是减轻炎症啊 促进创办愈合 也是都有效果的 就是比较全能的一个 面膜嘛 然后激光之后也能用 但是它主要我觉得 还是过敏的时候 付它最有用 就是你皮炎 过敏的时候 真的可以付它 试试看 有用 然后我现在就是 给大家付一个 看一看 OK 给大家敷一下看看 这个打开是这样 这个其实就是个 无纺布的面膜啦 它没有像白火鱼 感觉那么different 其实敷给大家看 都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下吧 反正还是挺贴的一个 无纺布 那边是个眼睛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这是贴眼睛那部分的布 但是我等会还要看电视 我不想让它贴 贴眼睛 行 是贴眼睛 我贴眼睛 你不觉得我贴眼睛 我贴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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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不多给服贴了 看得出来这个布还是挺大 我觉得很大的脸都可以用 我脸已经很大了 行我就敷面膜去了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还是大家给我 麻烦大家一跳龙一下 就是点赞收藏弹幕 然后会抽两个宝宝送百贵玉 然后这位粉丝福利 就是我这回就是一直在大家买 这个R66提供的 觉得他人真的是超好的 确实我之前也是在大家买过东西嘛 然后现在也是就是越来越熟 反正他就是超好的 行然后大家就就这样吧 然后我要去看电视剧了 好像真的 其实真的我是觉得他们家东西 就真的还挺好的 就也不算推广 他也没有给我钱 还是要强调一下 他也没有给我钱 我一个三千粉的博主 没有人给我钱 不算推广 我是真的觉得他们家东西 还挺好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一美东西 大家也知道吗 大家也可以去多加几个人比价 但是R66他们家 是真的买的挺便宜的 我当初也是比过的 所以就我觉得大家可以加他 问问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